2014 秋天的童話系列活動 在彰化西州費斯洛公園登場 彰化縣長周波元到場與民眾同樂 並與貴賓共同揭開神秘的童話寶盒 只見一名小丑從寶盒中散出 為現場帶來驚喜 像打開童話的寶盒一樣 一波又一波的驚喜不對 在卓博元的帶領下 由一千五百名小朋友 共同參與的小提大奏草地音樂會 環繞著費斯洛公園湖畔演出 吸引群眾圍觀 不少小朋友打扮王子 公主 海盜等造型 增添不少童趣 今天特別在美麗的費斯洛公園 秋天的童話 我們舉辦了一場環土草地的音樂會 在現場有超過一千五百位的小小的音樂家 他們來為大家演奏小提琴 我們彰化這幾年 踢動學音樂教育 讓一人音樂器 一校音樂團來深入學校 讓每一位同學 都有很好的音樂學習的機會 為了推廣彰化的美食特色 彰化縣政府也舉辦了米食嘉年華 其中選用彰化健康豬肉所做成的漢堡 大受民眾青睞 縣長卓博員也親自發放給民眾享用 來…支持一下 貪休貪休… 另外縣府也邀請阿基師到場露一手 親自傳授炒飯的小陪伯 對… 這個小小小的都這樣做 去吃對不對 是 不要把我拎頭 對啦 吃到多少都炒的 我都幫他做的 一點點的焦肉 是 但不需要他跟他有心情 因為這個健康的 這個糖果醬粉是怎麼有酵的 好 來 不一會功夫 色香味俱全的番茄炒飯就已經完成 看過阿基師的示範後 現場也辦起趣味炒飯大賽 由阿基師與現場民眾共同擔任評審 參賽的男士們揮舞鍋鏟 攪動鍋中飯粒 努力做屬於個人的特色炒飯 展現型好男人的一面 聽音樂 吃美食 玩童玩 彰化縣邀請大家一同享樂 感受充滿秋意的彰化之美 中央設計的張志彥 彰化報導